四招小基础 那你去念你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哦 林二国啊过去啊曾经出了一道题目 那全世界的小朋友可以作答 那这个题目就是呢 对于其他的国家粮食短缺的问题 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你知道这道题目出来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变化吗 非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之后啊 不知道什么叫做粮食 但是呢欧洲的小朋友看完这个题目之后 不知道什么叫做短缺 拉丁美洲的小朋友看完这个题目之后 不知道什么叫做情这个字 那美国小朋友看完这个题目之后 不知道什么叫做其他国家 那亚洲的小朋友看完这个题目之后 特别咯 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看法 你也会这样吗 很多人很好奇啊 就是什么叫做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来自于就是一件事情 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以你自己的思考去判断 这件事情你该怎么样去做 该怎么样去评断 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很好的结果 还是你会听妈妈说 爸爸说 老师说 谁说 怎么样 还是课本说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训练的方式 那很多人会说 听我在分析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去训练我自己 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实这个我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自己来 就是小学的时候 我父母亲他就比较忙 就是要忙着做生意 所以小学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只会留一千块 在家里就留给我和我哥哥 那时候我妹妹还没有出生 他就叫我们要自己想办法 那我们就想说 那要自己想办法 要自己煎蛋饼 要自己来 自己吃饭 自己上学 那我去我的国小 我必须坐20分钟的公车 才可以到我的国小 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去煎蛋饼 给我哥哥吃 那我就会想办法去坐公车 上下学 所以在那个时候 有一些些独立自主的机会 所以开始会觉得 那这个时候我想要跟朋友去哪里 这个时候我不能跟朋友去哪里 我开始会有一些些的 抉择的一个方式存在 所以这开始训练了一些 我独立思考的一些能力 所以独立思考 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是你在训练你自己逻辑能力 你要有一个思考的逻辑性 最早训练我的逻辑的方式 怎么样的训练 那我给大家四个小方法 它是一个很基础的 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你可以开始先就这样的方式去走 那基础之后 你训练完之后 慢慢的你可以往比较深一点的方式去走 那可能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比较深的一些独立思考的行为 因为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它的重点就是你长时间的逻辑推理训练 所以呢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你要阅读 我最早的时候我很喜欢去阅读推理小说 我常常会在看推理小说的同时去思考 谁是凶手 谁不是凶手 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它必须长时间去做一个推理的训练 推理你的逻辑对不对 往这样的思考方向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从你的阅读开始 阅读是你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从阅读开始之后 你就要开始去训练 第二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训练 训练你的思考逻辑判断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会遇到很多的案例 除非我们像国外的孩子一样 他可以常常在外面去很多的体验 我要做这个兴趣好不好 这个怎么样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那你从书本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推理小说的方式的时候 你可以去训练 开始训练之后我就觉得 我通常会猜 凶手应该是他 结果每次都猜错 那我猜错的时候我就发现 为什么我会猜错 我就再回头去看 我为什么会去猜错 所以你先越 第一个就是阅读 阅读之后 你就训练你自己的思考方式 对不对 思考方式对或不对之后 再往下一个第三个步骤去走 第三个步骤去走的原因点 就叫做自省 自省的重点就是来自于 你自己去思考 为什么你会这么去想 因为他其实这是从书本上学的 那如果你要从生活上也可以去做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下很多的决定跟决策 你从你阅读 我过去我们都是从读书出来的 你从过去所读的每一个书籍 可能是成功者交给你的书籍 书籍太多了 你从看了每一本书籍 你就去做了一个执行 去训练执行了之后 好与不好 结果是不是你要的之后 你开始去自省 我做了哪些事情 做对了 做不对了 就你自己而言去看 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因为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 因为每个人的资源模式不同 所以可能是适合他 但不见得是适合你的 所以你开始去看 你去做自省 当你自省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OK 好我再去做调整 再去调整了之后 你再按照这样的一个阅读训练 再来第三个就是自省 自省最后一个 你自省完之后 你就会达成 当你达成这样的一个逻辑方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对 你得到你要的一个结果 那我就会再回头去看 因为我达到我要的结果了 所以我这样的思考逻辑的模式会是对的 可能是对的 我必须说有时候我在思考的方式的时候 也会陷入一个迷失 因为习惯这样的步骤思考了 那常常都对 那我可能就会觉得 哦我就照这个模式走就对了 不见得 有时候新的事物的冲击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弹性的调整 但是在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就用这样四个模式就好了 不要把它再复杂 举一反三 对大家来讲太复杂了 但是你们就先用这四个 你可以先从 简单的推理小说去做训练 因为很多东西一定是 就是你在做中学 你一定要看了一些东西 你去学习它 你才会知道你这样的逻辑思路 它是对的 或是需要调整的 因为你如果最后得到 后面有一个叫做 因为你自己做中学 你也不断的尝试 很多东西你不会第一次就是对的 我的独立逻辑思考的能力 也是经过很多次 就是照这个逻辑走 OK发现我得到我要的结果 没错这个逻辑是对的 可是我也曾经照了 我过去的逻辑 正确的逻辑思考走 发现不对啊 这不是我照这个逻辑思考走 阅读啦 我训练啦 我也自省啦 可是我最后却没有达成 那我就会发现 原来我自省的方式 我是用我旧者思维去走 所以我再又调整回来 把它变成新的创新的方法去走 所以这些就是 大家可以去训练的 因为一个人 你一定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方式 因为我们从以前 在台湾整个环境 其他亚洲国家可能不一样 可是我很喜欢 每一些亚洲国家的 去看去学习 他们不同的教育模式 可是台湾有一些填鸭式的教育 那包括在学英文上 我就觉得很可惜 我也喜欢如果有环境 是习惯去讲的时候 那样的环境在训练孩子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很棒的环境 我很喜欢在西方国家很多的体验是 很多东西他会跟你讲你去表达你心中的想法是什么 可是亚洲孩子不太会去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可是如果你尝试去表达了 不管对或不对都好 因为你表达过后你才有办法有自己思维的模式 自己的逻辑那你打过一次你才会知道说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父母亲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可以选择这条路去走 但是你必须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 所以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 哦这样会痛这样的逻辑不对 那我们就大概会知道经营管理要怎么去走 训练逻辑所说的叫做就是错综学的概念 因为你这样子你才可以训练你的大脑思维 所以很多东西它是训练来的 很多东西能力不是我们一开始就具备有的 所以从小给孩子一个很不一样的环境 书本没有办法给予我们百分之百的东西 可是从生活中的体验式的教育 那我觉得我很感恩我的父母亲 就是从小给我们一些很多的独立的空间跟时间的时候 我们会去思考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能做 或者我们也尝试做过一些小朋友都会做的事情 在那小时候做过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不能做 所以你知道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说后面你该怎么样 国籍会是对的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每个人真的都可以去训练你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先把这独立思考的四个基本功带在身上吧 第一个叫做阅读 第二个是训练 第三叫做自行 第四就是达成 四个基础功 当你训练在身上 我们下次就来跟大家分享 进阶的独立思考怎么做 呢 我再次去训练